那麼相關問題我們來請教一下歷史哥 上週您說拜登退選 猶如是晃柱 必敗無疑 那麼如今賀錦麗屁掛上陣了 您認為有勝雙嗎 我想這個民調還是太保守了 因為CNN可能之前 畢竟川普跟拜登的辯論上面 這個我們也可以看到 66比33 完全64比33 就等於是一面倒 67比33 所以CNN可能還 不好意思轉得這麼快 我這邊就引用另外一個數據 是誰呢 是路透社的數據 路透社的數據 賀錦麗直接已經 46 44比42 已經超車川普了 所以可以繼續加油 我想這是一個左派的狂歡的時刻 因為拜登真的在這樣選下去 我覺得大概也很難停下去 手腳不利索 動不動就跌倒 然後經常這拜登太多 鬧太多笑話了 比如說 這個致辭人他面向走 他竟然錯過而生 跑到後面跟別人去敬禮 在自家的花園迷路 等等等等實在太多了 所以拜登的狀況可見是非常難選下去 因為照這樣下去的話 你想叫左媒怎麼捧 捧不下去 所以現在美國非常明顯 媒體就是民主黨共和黨跟台灣也很像 藍煤綠煤完全切開 這個是他們必須要這樣操作 而且也必須要讓選舉看起來非常的焦灼 因為這樣子第一個 募款才會繼續進來 第二個收視率才hold得住 第三個才能挑動美國的群眾的吃瓜的情緒 那這個有吃瓜的情緒呢 這個才投票率催得出來嘛 所以這一些凡此總統絕對不可能說 一開始賀錦麗跟川普就拉的很大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 上禮拜謝老師也給我們這個觀察 就是看起來還是相當的焦灼 我認為啦 只要在像CNN等美國主流的親民主黨的媒體 如果川普的民調是小聲1%到2% 最終會以選舉人團票的方式由川普來勝出 事實上同樣的狀況 在川普上一次當選就是如此 所以說你的判斷是川普將會勝出 我認為川普還是會勝出 但普選票就是像上次一樣 上次普選票是輸的 但是在我們說選舉人團票 或我們簡稱像州票 大家也知道美國選舉制度相當複雜 普選只能決定一個州的意向 而每個州根據他的國會議員席次 由參議院每週兩席 再加上眾議院依照438席 依照人口去分配這樣的方式來做出來 這樣的結果是 我認為這次川普可能在普選票上面跟賀錦麗 不會差距到非常非常的誇張 但是在勝率方面會拉得很大 因為我們知道根據Polymarket 美國的主要的博弈網站 裡面所做出來的結果 民調可以是政治操作 但是賭金就不能是隨便亂操作 畢竟真金白銀嘛 差別是7比3 也就是七成的人是壓川普來獲勝 所以在媒體端我們會看到 依然炒作的非常激烈 而且不會一面倒 而且還有什麼 就是民主黨的這些國會議席 同樣要改選 因為我們知道眾議院兩年要改選 參議院每兩年要改選3分之1的席次 有這麼多人要選舉 所以正如同我上禮拜說的 當時換柱 救的不是朱立倫 救的不是國民黨的總統大選 不是國民黨選舉領導人大選 而是要救的是民意代表 救的是立委 那一樣 在美國你現在不換拜登 那我想國會議員也別選 這個眾議院輸得更慘 參議院可能也要被追過去 那就會造成一個完全執政的結果 所以回過頭來 剛好上禮拜就 這幾天陸續都有媒體來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拜登退選的關鍵是 其實拜登退選的理由有千千百百種 那有很多 當然有人說比如說得了新冠 身體不好 但是你看兩三天就付出了 所以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幾個關鍵 第一個當然是金主不停 所以剛才看到賀錦麗拿了8100萬回來 拜登被凍結的是9000萬美元 才拿8100萬美元回來 還不算全部呢 這第一點 第二個是他的身體 確實很難再繼續支持他走下去 因為我們也看到他諸多老化的現象 不能說他身體不好 而是老化的很嚴重 那第三個可能是家人上的不支持 他的太太吉爾 我們都知道對拜登的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那拜登曾說過 只有上帝可以讓我退選 所以就說 Not Jesus but Jill 不是耶穌 是吉爾來決定他退選 可是這些我覺得都是 邊邊角角 後來透露出的消息就說 拜登為什麼退選呢 關鍵是在於說 他的造了兩個核心幕僚 討論之後拿了民調給他看 那這個民調是拜登的總統民調嗎 我相信很多的細節之後 或者是等到選舉之後 也許會慢慢披露 但我現在大膽的揣測一下 可能不只是總統的民調 因為總統民調輸這件事情 難道拜登自己沒有自知之明嗎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 可能還包含各區各州的議員 我們了解拜登這個人有個特質 雖然他是政客沒有錯 其實所有的一些政府都是政客 川普也是政客 可是拜登從他的從政經歷 他當這個參議員 當德勞瓦州參議員 30幾年來從他最年期當到老 他有個人格特質是 他確實蠻願意為黨內來擔任救火隊的 當年不管是他被派到德勞瓦州 是一場沒有勝利希望的選戰 到後來他去接了歐巴馬 當時意外的議軍突起這個黑馬 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一樣是歐巴馬在黨內之力太前 所以他擔任在黨內之力最深的 國會議員來震住腳來幫助他 歐巴馬很多非常累啊 很難溝通的通通丟給拜登去做 所以據說也因為這樣子 吉爾跟米修歐巴馬 就是歐巴馬的太太 有一些心結在啊 可是整體來講 拜登就是願意為黨犧牲嘛 所以我相信最後的那個稻草 金主 身體 太太 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 如果他今天不換 那黨的選舉可能會崩盤 所以我覺得還有這一層因素在 一個人活到八十幾歲 說他完全自私自利 那你要自私自利到什麼時候 都快去見上帝了嘛 所以我想還有這一層 好 那這個整個總和起來啊 這就是今天為什麼大家在講說 哎呀 我們看到賀錦麗很有機會 可是大家想啊 翻開賀錦麗副總統四年的之力 這個等一下謝老師 是不是可以幫我補充啊 因為我素小的奴頓啊 我還真不知道他四年幹了什麼事情 跟賴清德合照嗎 發個IG賴清德有一雙手在裡面嗎 就你找不到亮點 最大的亮點叫笑聲 我看我們這個大陸網友很有才 在這個B站上面啊 這個Bilibili 上面剪了一大堆賀錦麗的笑聲和解 我看有人剪兩小時 我真的覺得 我也佩服剪輯的人 可以這樣剪輯 總之呢 你可以看到 愛笑的女孩運氣總是不會太差 當年一屆情婦 現在已經貴為美國副原首 還要來挑戰這個總統 但是整體來講 她的從政的資歷 她的內涵 她的驗證距離川普 川普是一個已經當過總統的人 她已經是被驗證她可以當總統的人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一段差距 這也就是博彩網站 這為什麼呈現出來有這麼大巨大的差距 可是民調不能拉太開 因為這個換 至少民主黨把她的氣勢給激上來 民主黨人終於啊 不會悲觀的看不到希望 最後講一下這樣的一個呈現 當然要強制嘛 那這樣的呈現有什麼好處 對於現在的整個民主黨的選舉 或者說整個美國的選舉的盤勢 因為大家了解 美國共和黨就是Republicans 就是她寫個R 民主黨叫Democrates會寫個D 美國的選舉是這樣 一整張一個選票 跟台灣非常不一樣 台灣是領導的一張選票 民意代表的選票 總統立委 全部各個的 如果你選九合一縣市的時候 那更是一大堆選票 你得從頭到尾啊 可是美國就是一張選票 那這一張選票上面 前面的就是總統 然後後面是國會議員 那因為美國譬如說他的這個 中議員人數非常的多嘛 400多席 所以美國人在投票的時候 其實很長 他根本不認識 參議員可能還認識一點 中議員可能就不太認識 那就怎樣了 就一個總統高級 所以今天呢 換了賀錦麗有個好處是 他至少有活力嘛 不會看起來老太陽之後 你完全不想動嘛 那投下去的時候 至少能夠連點點這樣蓋下來 那代表說至少在國會議員上面 不會繼續失血 可以止血 我想這才是民主黨真正打的算盤啊 那當然你說會不會出現 焦灼奇蹟之類的 我認為當然還是有機會 因為選舉就是這樣嘛 不到最後一刻沒有開盤 是沒有人確定 就像這個馬克龍跟這個 在法國的馬克龍 跟這個極右翼的樂旁 對不對 他們取得最後 極右翼竟然被馬克龍 跟中間派主派給聯合 給戳了一下 但是整體來講 我必須說 我還是堅持我的分析 我認為川普當選舉例 是遠大於賀錦麗的機率 但是在國會這個層次 可能不會兵敗如山倒 至少有守住的機會 但整體來講 川普最終獲得完全執政的機會 我認為依然是相當的 有這樣的一個 可以預見的一個部分 只是說 選舉終於進入了一個 比較激烈的時期 而不像之前 這個等於說 拜登像是被川普 再狙擊了一下一樣 基本上很難再選下去 OK